作者 小城 图片来自网络 今年是叙利亚内战爆发的第九个年头 虽然上李坚平早已倾斜 局势也很明朗 但是至今日 政府倦仍不能一同江山 原因就是个别国家贼心不死 仍想在叙利亚推行霸权主义 已经受阻后 就开始对平民向黑手报复 仰仗强大火力和先进军备的美国 其在当地百姓头上作恶 近日 美战机亲自上阵再次动武 2月11日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的消息称 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联军对叙利亚发动弹规模轰架 这次遭殃的是戴尔族尔省巴古斯村的百姓 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当日发布的报告称 美军这次空袭 已经导致包括7名儿童在内的16人死亡 美军最近在中东展开了多次军事行动 次次突然出手 几乎被打残的叙利亚 再次遭遇了飞来恨祸 和平的曙光再次被遮蔽 叙利亚阿拉伯电视台直言 国际联军空军再次败下掏天大罪 有数据统计 仅在2014年8月到2018年底 美英法就在叙利亚发动了32,390次轰炸 造成的百姓死亡有1190名 特别是从去年12月之间 联军对叙利亚各个战略要地的空袭次数也偶然增加 2月9日 美军将屠刀对准了戴尔卓尔阿特太阳琛 一方猛烈空袭后 又有大量建筑 被毁坏三名平民遇难 2018年12月 特朗普宣布在中东的 基伊斯兰国的战斗胜利结束 将在6个月内撤回驻扎在叙利亚的约2000名士兵 但这位大嘴总统似乎又后悔了 随后表示撤军时刻表还未制定 美军继续在该地区执行任务 实际上前后矛盾的作法表明 美国政府实施战略收缩 不想宣陷叙利亚 但又不甘心将中东奶酪公首扔给俄罗斯 美军随后的作法也印证了特朗普的小九九 1月3日和1月4日 美军先后在戴尔祖尔的阿法春 尿下两体血案 共计诈死40余名平民 其中包括一名俄罗斯籍妇女和儿童 1月5日 扩首伊德利不胜的恐怖分子 在24个小时内 对联系的6个叙利亚平民拒绝点发起突袭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俄主席冲突调解中心主任谢尔盖索洛 马金公开表示恐怖分子的疯狂行为 意味着来之不宜的停火再次失败 2月8月华尔街日报 演员以军方高级官员的话称 美军将在今年3月开吓撤军 最后一批美军士兵 最迟的4月底离开叙利亚 不过即使这军真的完成 美国政府也不可能放弃中东这块肥肉 最近的一次军事部署显示 特朗普要更换叙利亚的代理人 2月6日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许胜爆料 一支150辆 装载有大量军火带要和发电机的美军运输车队 从伊拉克展运到叙利亚 这批装备将用来武装库尔德武装 显然 反对派政国西山 美国政府试图从库尔德人身上打开困境 实际上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确实遭到了毁灭性的攻击 但功劳并不是美英网国际联军 而是俄许一联军的 去年阿法德在普京和鲁哈迪的权力配合下 先后发动了大马士革之纲 德拉 苏维达等战役 解放了全国大部分领土 2018年11月17日 政府军在苏维达首巴迪亚 对埃埃瑟组织取得大胜 并击毙了伊斯兰国在该地区的最高军事指挥光阿尔沙西尼 至此南部地区的恐怖分子被彻底消灭 政府军没注意的利谱数月之久 但总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 本来胜利在旺的薛利亚内战 因为美军的很难干涉再次中断 和平遥遥无期 而受伤最大的 还是可怜的薛利亚热民 如果您的用来就能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的地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的地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